办公风水布局,一记我是南洋风水师王刚,还没关注的朋友记得点点关注,带给你好运,有很多人认为风水学是一种不可信的行为,其实这是很片面的,是对风水的偏见认识,风水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是有文化渊源的,是有根可循的,而且它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向往,我们要尊重这种风水观念,它存在于我们的点滴生活里,随时伴随着我们,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办公室里的风水摆件吧,风水摆件的禁忌在办公室里是禁止摆放假花的,假花虽说打理简单,能长期放置,但毕竟是有个假字,是不能给办公环境带来生机活力的,对我们的风水运势甚至有可能有破坏的作用,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,所以禁止摆放假花,另外不要在办公室放置一些奇形怪状造型的摆设装饰品, 不要把原有的好风水破坏掉,影响工作和财运,麒麟可避小人,麒麟是华夏文明上古神画里的神兽,很多壁画上的麒麟都是踩着七彩祥云的,它自远古而来带着极其神秘的气息, 人们认为是可以催财阵邪宝因缘,麒麟还可以驱鞋画杀招财进宝,是个吉祥的风水物件,所以办公室里摆放一对麒麟百件,会让公司躲避很多竞争对手的打击,有利于公司事业的发展, 裁员广进,葫芦画煞臂邪老百姓都喜欢把葫芦当成平安吉祥的代表,都喜欢在家里挂上一对葫芦,可见葫芦也是个吉祥有福的风水物件,在风水学研究中,认为葫芦是有挡煞作用的,煞气已经进入,绝难出来,风水学把葫芦用作画煞臂邪之用,另外在风水学中, 葫芦还具有收纳钱财的作用,葫芦的大肚子可以凝聚各方的财气,在办公室摆放葫芦会让公司集园工作和金钱方面的运势都不错,还能避开小人搞破坏,当然葫芦最好成对摆放哈。